笑不活了家人们 一只散养的猫独自外出溜弯 被宠物医院当成流浪猫 强行拉去绝育了 猫咪 你们可能不信 我就出去玩了一会儿 铃铛丢了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蚕食官收养了一只流浪猫 猫咪非常懂事 跟蚕食官的孩子亲密无间 但因为从小流浪的原因 总想往外跑 起初蚕食官不答应 可猫咪一直蹲在门口叫 蚕食官被吵得没办法 只能放猫咪出去 但让蚕食官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猫咪当天晚上居然自己回来了 从那天起 蚕食官偶尔会放猫咪出去玩 猫咪也会暗示回家 某天晚上知道12点猫咪都没有回来 蚕食官急了 全家出动连夜打着手电在小区里找 但没找到 第二天早上猫咪依然没有回来 正当蚕食官准备发朋友圈找猫时 看到附近一家宠物医院发布了一条信息 内容为给一只刚被绝育过的梨花猫找领养 配了七张照片 照片中的猫咪一脸迷茫 还被带上了伊丽莎白圈 蚕食官定睛一看 嗯 这不是我家猫吗 随后赶紧联系宠物医院 到医院后猫咪先认出了蚕食官 焦急地冲蚕食官大叫 似乎在择问蚕食官撕拿去了 怎么才来 笑不活了家人们 你们脑补一下当时那个场景 阳光明媚的午后 一只梨花猫悠闲地摇晃着铃铛 从宠物医院门口路过 被宠物医生一眼看到 嗯 然后请猫咪进去做做 猫咪以为给它好吃的 可进去后才发现事情不太对劲 于是猫咪开始反抗 咆哮 可猫咪越反抗 宠物医生就越兴奋 惨 真的太惨了 只是从店门口路过 铃铛丢了 后续蚕食官支付了绝育费用 并将猫咪带回了家 不过蚕食官说猫咪被绝育后 再也不往外跑了 所以 如果你家猫老想往外跑的话 干了吧